来关心台中市府年前抽检市售的肉品 15号呢是在台中的福利站抽检到台糖的梅花猪肉片 竟然是含有不得被检验出的瘦肉精西伯特罗 除了通知这一批肉品要全数下架回收 贩售的福利站也会被开罚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 台中市政府实案处人员来到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台中福利站 打开冷冻柜将一盒冷冻梅花肉片带回采样 结果在里头验出不得检出的瘦肉精西伯特罗 检出数值为0.002ppm 该产品违反实案法规定 可依法采取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 台中卫生局表示这批肉品是由台糖监制 屏东一间肉品加工厂屠宰加工 目前初步掌握产品除了在国防部台中福利站销售 还有在大卖场超市贩卖 已经通知这批肉品应该全面下架 停止贩售并且回收 并且请源头制造商以及产品责任商所在县市 屏东县以及台南县市卫生局协助处办 至于为何会在国产肉品中 检出含有禁用的动物用药 还必须由源头的屠宰加工 跟农业畜产等相关主管机关 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